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张标题说把构造函数放在private的区域里头 在传达什么意思呢 感觉起来怪怪的 如果你把它放到private的这个区域 与私有区域表示这个函数是不可以被调用 被外界调用 那这样的话 像这样说外界说 我要创建一个这种对象 就构造函数就会被调用起来 可是构造函数又放在private 不能被构造 所以这两个动作都是不可以的 那可见 不应该有人把构造函数放在private的区域了 也不是 既然提出来了 表示会有人这么做 什么情况要这么做呢 就是我不允许被外界创建对象 那这样这个类有什么用 下面是一个经典的写法 这是一个设计模式 最简单的一个设计模式 Design Pattern 如果我们不懂什么是设计模式 没有关系 在这设计模式里头有一个 叫做Singleton 它就用到了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一种 那种写法 把构造函数放在private的里头 我们先看看这一段代码 我有一个class A A的构造函数 像这一个例子就写了两个版本 我们刚刚不是说有Function Overloading重载吗 可以有好几个吗 这它就写了两个 它都放在私有区private 所以外界不能够去创建它 那外界需要它怎么办呢 这一种class既然叫做Singleton 它的意思 Singleton你可能查字典 查不到这个字 你查到Single 查不到Singleton 这个演化的字眼 意思就是单立 单体 单件 都可以 意思就是说 我设计这个A 我只要一份 外界只能用一份 所以它才不允许外界创建 那那一份在哪里呢 那一份在这个黄色的部分 是Static 我们还没有去谈到Static的特性 所以我现在也不打算 跳过去谈它 不打算 但我告诉你 它里头自己准备了一份自己 各位看这一行 这个class A 它这里面有一个自己 然后外界要的时候 不能够用传统的那种创建的方式 要通过A 这一个class的这个函数 叫GetInstant 这名字随便取啊 但是通过这一个函数 去取得里面它自己的那一份 这里面出现一些比较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过的语法 我们重点不是在这里 重点是告诉各位说 确实有一种需求 是把构造函数 放到Private里头 而且这个还很有名 这种写法叫Sing 在目前的这个 的写法叫Singleton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这种需求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构造函数 讲完了 我们继续分析 在这一个类的 Body本体里头 还有些什么 要注意的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本体里头 就是有Data 以及Function 就是这两大区域 好 现在看到函数的部分 这一件事情是 很多很多人会忽略的 包括你可能写了 很多年程序 你都会忽略这个事情 但是它非常重要 就是在函数的 后头加Constant 一定要加在这个位置 就是小括号的后面 大括号的前面 花括号的前面 我们先认识一下 我给的这两个例子 词不虚不 这两个函数是要取得 复数的十步虚步 所以这两个函数会改变 这个对象里面的数据吗 不会 它只是把它拿出来而已 如果是要写进去 就改变了十步虚步 但是它只是拿出来 我是要引导你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对class里面的函数 有分为会改变数据的 和不会改变数据 两种 不会改变数据内容的 马上加上Constant 所以Constant函数的意思就是 我不改变数据内容 这里面的数据的内容 大家想一想 当我们在写一个类 现在这叫复数 我写一个类叫做 person 人 或者叫做石头 stone 我开始要去想 外界可能 什么样去用这个人 或者用这个石头 所以我要写一些函数 要写十个函数 这十个函数的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这些函数会不会改变数据呢 当你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里头已经有答案了 比如说你只是要把数据拿出来 打印出来 这个函数是不会改变数据的 它只是拿数据 当你在想它的逻辑意义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它要不要加Constant 你后面的定义可能是 你这个叫做接口 界面 接口 Interface 你可能想好了以后 才交给其他人去定义 定义是后面 也许是一个礼拜之后的事情 三天之后的事情 但是你在设计接口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要不要加Constant 那要加的话就一定要加 不加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来看看 左手边这种情况 我现在加了Constant 左手边这种情况 复数 我现在创建一个复数 是十步为二 虚步为一 我通过上面这两个函数 各自去取得十步和虚步 把它打印出来 在逻辑想当然是OK OK 但是右边这个例子 我如果我的复数是一个长量 注意这里 注意这里 Constant可能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也可能出现在 对象或者叫变量的前面 那意思是说我这一个对象或我这个变量的内容 一定是不动的 不可以改的 然后我再通过这一种对象去调用它的函数 万一你没有写Constant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正在检讨说 这里该加一定要加 万一你没有加 而使用者却这么用 会产生什么后果 使用者的第一行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值是不可以改变的 我这个复数里面2和1这个都不能变 然后我通去调用 我要取得十步 逻辑上应该可以 我21我应该取得2 可是我去调用它的时候 它忘了写Constant 那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函数里面可能会改Data 使用者说我绝对不可以改 我调用你这个函数 你这个函数却告诉我说 我可能会改Data 这一定是 这是矛盾的 所以编一期编到这样 他就会说不行 谁不行呢 你这个函数 你这个东西调用这个函数 他说不行 万一是如果你没有写Constant的话 他会说不行 这样使用者是不是很恶然 大吃一惊 我有一个负数是2和1 为什么我不能够打印出他的十步呢 那就表示你这个负数设计不好 负数是谁设计的 也不就是我们吗 我们现在不是在设计这个负数吗 我们之所以设计不好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该加Constant 而没有加 很多很多人忽略这个很重要的这件事情 关于Constant用来修饰函数 这样就叫做他用来修饰这个函数 像这样就是他用来修饰这个变数 他用来修饰函数这个主题呢 还有很多事情要讨论 不过目前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去了 前面不是说希望带大家 能够有一个正规化的写法 一出手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完全正规的 正规军作战 所以这些小地方 也许如果使用者不像右下角这样用的话 你也不会出错啊 但是我们要想得更周全一些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 这个主题 也是 我们在判断你写的代码 你也许可以 你的程序也许可以运作 但是 你有没有受过正规训练 好的训练 我会看一二三 某几个点 这又是其中的一个点 就是你参数的传递 是pass by value 还是有没有用到pass by reference 那我要先解释 by value和by reference的意思 它的形式是这样 现在这些都是参数 被我黄色圈起来的这些 全部都是参数 所以任何人要调用这个函数就要把东西传进去 这个叫pass 传参数 这样就是pass by value 没有任何特殊符号 那这样就是pass by reference 有这个取地址的这个符号 但是在这里它不是取地址的意思 标题上说 这个叫pass by reference to constant 就是现在你看的这种情况 那标题也告诉你 也可能不是constant 那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它前面没有constant 所以标题出现三种情况 在这里都出现了 pass 传递value是什么意思 就是整包都传过去 这个value多大 它就整包传过去 传的动作其实是压到函数的stack 站对站对站 站里头去 但是那个事情我们不 假设你不知道 我们也不用管它 反正就是整包传过去 所以像现在是double double是几个by的呢 如果是四个by的就传四 四个字节就传四个字节 但是你可能将来传的 在其他的写 其他的程序的时候 你传的是一百个字节 三百个字节 可能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 尽量不要pass by value 那怎么办 你还是要把这个东西传过去 怎么办呢 再过去see 可以传指针 我现在要传这个东西 这包东西太大了 我就把这包东西的地址传出去 地址就是它的一个指针传出去 指针四个字节传很快 那现在说 我有一个东西像指针 但是更漂亮 C++的就是reference 引用 那引用这个东西很多人都 因为 因为你指针你看得到指针 你可以打印出来 引用你好像有点摸不着边 看不到 我现在先给你建立概念就是 引用就是 在底部它就是一个指针 所以传引用就相当于传指针 那么的快 但是它的形式又很漂亮 比如说这样子吧 我们来看看 像现在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第一行要创建一个复数 这个2和1就会被传进来 这里在设计的时候说 我接受的是byvalue 它没有特殊符号 所以是byvalue 那下面这个例子呢 要用加等于 加等于这个函数后面才会出现 但是它的声明在这里 所以加等于等于是把这个复数 传进来传到这里 那是传引用 因为这里有这个特殊符号 速度很快 就是一个指针的速度 传递指针的速度 那这样子来想的话 我们都尽量传引用啦 没错 甚至于你传double 你也给它传引用 也可以 所以这边建立一个良好习惯 你最好所有的参数传递都传引用 尽量不要传value 传值尽量不要 虽然这句话一讲下去 有的人会开始检讨啦 那如果说我传一个字符呢 字符只是一个字节而已 那你传引用 相当于传指针 速度上相当于传指针 是传四个字节 那我还不如就单单传一个字符 我是pass by value来传 还快一些呢 这个是很细部的讨论的 没有错 这一个刚刚这个说法是对的 可是这样的话 也可以 你愿意想得这么细也可以 但是如果给你一个大范围 给你一个大的一个遵循守则的话 我愿意说 大家都 不管什么你都传引用 那么传引用 如果你在C++有这 C语言有这方面的经验 什么经验呢 你如果传的是指针 你开始会想 我指针传过去 那一边 那个函数 它一改 就会影响我啦 因为 我们是传指针 那传引用 也会有这个效果咯 对 对 对 我传给你 你这个函数一写完一改完 就影响了我 因为我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效果是这样 是不是你要的 有时候是你要的 有时候不是你要的 就要看情况来说 但如果你知道我传过去只是为了速度 我并不希望你一改就改了我 我可以传引用 而且引用 像这样 意思就是说 我传一个复数给你 我速度很快哦 因为我是传引用 但是我传进去之后 你在这个函数里面 你不可以去改这个内容 因为我传给你呢 我不打算让你改 你一改就会影响我 那如果它里头传过去 它这个函数里面真的改了呢 编译就会出错 我们双方 我付给你这个权利 付给你这个条件 你不能改 你偏偏去改 这编译的时候就出错了 最后做一个结论是什么 在这一章里头 参数传递尽量都传引用 如果你想得非常细 某一些变量呢 是只有两个字节 或一个字节 那时候你想传value 传值也可以 那么你在传引用的时候 你去想 如果传过去不希望对方改 一对对方一改就会影响我 所以我不希望对方改 这种情况之下 加Constant语法 这样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例子 这边有一个例子 这一个函数 虽然我们还没看到 这是1嘛 这是2-7 这后面才会出现的 后面那个2的部分 有1234567 有好几段 但是既然这边设计为 传进来 它不是toConstant 那就表示 这个函数里面 会对传进来的这个 OS这个东西做改变 看起来是这样的 的确是这样 不然这边就应该加Constant 它没有加 我们后面才会去分析 这个函数所做的事情 你就会更清楚 为什么第一个传进来 是没有Constant的 好 reference 这个东西 延续这个话题 主要就是用来做 参数传递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用来做 返回值 传递 返回也要传递 这个术语叫return 可以是by value 或者是by reference 这个地方虽然很小 但是是会影响到C++程序的效率 为什么你会来选择学C++ 多半是因为你考虑到它的效率 它的效率比其他的面向语言 面向对象语言更快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影响效率的小节上 我们都要注意 把它内化成我们的习惯 这边又要注意一个事 刚刚说参数的传递 尽量by reference 现在说 返回值的传递 也尽量by reference 那尽量 当然前提是 如果可以的话 也有不少情况是不可以 我们来谈它 那这个谈的这个主题 会在后面才会出现 现在先告诉你语法 这些都是函数 下面这个都 这个函数名字好特别 你一下子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 这个叫do assignment plus 后面再说 好 这些函数的前头 这黄色的部分 就是return的类型 返回的类型 像这样就是return by value 前面如果加这个符号 就是return by reference 那我们刚刚提过 尽量return by reference 至于细节后头再来谈 尽量的意思并不是大家 没有既然叫尽量 而不是一定 不是大家一想就是传reference 是在可以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 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呢 这个后面来讲 我们一直花了不少时间 一直在这个class 类的本体上面的一些特征 这特征 语法上的特征在这边打转 希望把这个全部把它拿清楚 这里要介绍的是friend friend被翻译成有缘 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朋友 我们身上的钱 任何人可以来拿吗 当然不行 朋友可以来拿吗 看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怎么定义 但是在这个语言里头说 朋友可以来拿 所以这里面的朋友可以来拿 拿什么呢 我刚刚说钱嘛 在这里是指数据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 好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类 叫做复数 它有实部和虚部 我把实部虚部设计为private 意思就是我不想让外界任何人 可以任意的去取我的实部虚部 这是好事情 这叫封装 我们就是要这个效果 外界如果要取实部虚部 可以通过 可以通过这个 刚刚的这些函数来取 但是对于特别的一种人 我网开一面 我是设计这个class的人 比如说现在对于这一个函数 我们现在不要管他 这个函数做什么事情 这一个class说 这个函数是我的朋友 后面这一阵是函数的声明 他是我的朋友 于是这个人 这个函数呢 下面是他的定义 他做什么事 我们后面再来讲 他你看他的写法 就直接去拿了 这边传进来 有一个参数叫ths 是一个负数 就是这种东西 负数成分 传进来我就说 我要拿你这个负数里面的实部 你这个负数里面的虚部 直接拿 并没有通过某一个函数来拿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前面已经讲了 他们是朋友 这个是friend的意思 你也可以像这一个情况呢 你不要设计为friend 因为好像朋友太多 是不是会有困扰 不知道啊 这个你的现实人生是怎么样啊 但是在C++里面 是强调封装 朋友那就打开了封装的一个大门 打破了封装 所以你也可以说 我不要太多的friend 那这样的话呢 以这个例子来讲 下面这个函数 就不再是上面的friend了 那他要拿他的数据 就得通过某一个函数来拿 这样也是解决了问题 他也拿到了 那这样稍微慢一点嘛 因为他是通过函数来拿数据 稍微慢一点点 朋友是直接拿 这是你的选择 你要用朋友这种设计 或者是非朋友的这种设计 有一个问题 常常我遇到被很多人提起 甚至于很多年的工作经验的程序员 也会提这个问题 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 已经习惯怎么写的 他知道这样写是对的 可是他解释不出来 我们看看什么问题 我现在黄色的部分 我为这一个复数呢 一直以来我们好几张投影片 都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这就是后面 你会拿到的代码 但现在我增加两行上去 你课程结束后拿到的这个代码 你下载的这个代码 没有这两行 这是我现在要额外说明的 假设我现在设计了一个函数叫方选 他接收一个负数 现在这个在讲的就是负数 那这个函数也接收一个负数 进来之后 他的做法是 他在做什么事呢 他去取得传进来这个负数的时步和虚步 就好像说我现在设计了一个东西 我的这个函数是要处理 另外一个负数 所以这负数传进来了 我要去处理它 但是竟然直接拿 竟然是直接拿时步跟虚步 没有透过函数来拿 这不是破坏的封装性吗 也没有出现frame的这个字眼 各位整理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感觉就好像 我这个负数做了三个出来 其中的一个 直接去拿第三个的时步虚步 这样是可以的 那写了三年五年经验的程序员 他太熟悉的这样可以 可是他解释不出来 为什么呢怪怪的 有很多个角度可以去解释 这句话不错 同一个class里面做出来的各个object 彼此互为frame 如果这样就已经很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行为 看起来好像打破了封装 但其实他是成立的 这一句话 就可以解释 有的人解释这个事件不是用这句话 不是用这个角度解释 也解释得通 不过我想这句最好 所以我们看下面这里 上面写成了黄色这两行这一块 下面就是用法 你看我在前两行准备两个复数 然后黄色这一行呢 我通过第二个复数的这个函数 去处理第一个复数 而处理复数的时候 直接拿他的时步去复数 这个事情刚刚讲了 下面只是示范一个用法 好 很多人没有弄清楚的一点 在这个事情 刚刚提到 所以我现在先做一个整理 当我自己要设计一个类 或者我看学生来 你交给我一个你写好的类 我会特别注意什么地方呢 不惜 不惜 前面都出现过了 第一 数据一定放在private里头 第二 参数尽可能的是以reference来传 要不要加constant 看状况 第三 返回值也尽量以reference来传 能不能 万一不行 那当然就不行 那等于现在马上要来讲 什么情况不行 但是首先你的 先告诉自己 我先考虑用reference 引用来传 可不可以 下一点是什么呢 已经到第四了吗 三还是四 在类的本体body里头 的这些函数 应该加constant 就要加 如果不加 可能使用者 去用的时候 会报错 编译器会报错 他会埋怨你 你就是class的设计者 你设计的不好 现在我也是临时的在现场 帮大家整理了 我想到的这几点 都是我关注的点 还有一个构造函数 有一个特殊的语法 叫initualization list 单冒号的那一行 那个要尽量去用它 在刚刚讲的这些理念 提到了 传参数 或者是返回值 by reference 现在我们来看看 什么情况之下 是不能够return by reference 首先考虑要return by reference 首先考虑要return by reference 但什么时候不行 后面会出现 后面 这里不就出现了吗 这个函数 但是我没有要讲 这个函数里面的动作 所以后面还会再继续讲 我现在只讲 我现在关注它 返回 返回东西 应该怎么设计它 怎么传 好 这里 这边告诉各位 它的传进来的两个参数 由于是一个加等于的动作 就是跟c是一样的 加等于 所以可以把 意思就是 比如说c1加等于c2 那就是把c2加到c1的身上 所以c1就是第一参数 加到c1身上 c1是第一参数 会被改变 第二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你想一想 在这个函数里头 你加完之后会有一个东西 一个结果跑出来 这个结果要被放在哪里 如果是放在一个 本来已经有的空间上面 那就是现在这种情况 现在有1跟2两个参数 它加完以后 我要放在1这个参数里面 这1这个参数是空间本来就在的 这是一种情况 但还有一种情况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c1加c2 现在是加等于 我现在说 c1加c2 在这个函数 加这个函数里头 加完的东西要放在哪里 你不能放在c1 你也不能放在c2 所以你一定是在这个加这个函数里面 是在创建出另外一个东西出来放结果 这是两种不同 整理一下 一个函数的操作结果 运算结果 那个结果如果有 它要放在什么位置上 如果必须 情况1 这函数必须创建一个地方来让它放 这是一种 第二种 像这个 它就把它放到某个位置 这里的位置是第一参数 放上去 这是第二种 那种必须要在函数里面创建出来的那种情况 那返回的就是新创建出来那个东西了 那个东西在函数一结束 它生命就消失了 这叫local变量 local的对象 这时候你就不能传reference 不能返回reference retend by reference 为什么呢 你想想 我现在有一个函数 我在里面创建了一个东西 我要把这个东西用引用的方式传出去 对 你可以传出去 语法都对 但是 这个函数一结束 那个东西其实已经死亡了 你却把它的一个 一个引用传出去 这个本体已经死掉了 外界 他在去看的时候 他当然看到了坏东西 看到了不好的东西 所以那种情况之下 不可以传引用 除了那种情况都可以传引用 返回引用 那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一和二相加之后 是要放到一里头去 所以那一本来就在了 这是参数嘛 所以他可以返回引用 我说 参数的传递 或返回值的传递 首先考虑引用 然后再考虑 那用引用有没有问题呢 可不可行呢 才去加这个更进一步的设想 好 这张同一天 让大家好好的去思考 reference 主要是用在传递东西的身上 在这个事情 好 我们再往下 操作谱重载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 我们先喘口气